我们知道我们现在生活的时代是一个伟大的新时代 这个伟大的新时代不仅属于伟大领袖 也属于网红主播们 最近我们才发现也是属于诗人的新时代 请注意是诗歌的诗不是狗屎的诗 这两天清华一位诗人蒋龙国意外爆红网络 是一首爆红的诗叫做动态清明就是好 我们先来欣赏这位诗人的成名作 这么销魂的诗让机器人读一定会更加销魂 题目叫动态清明就是好 我们来欣赏 诗人写道 新冠病毒太猖狂 杀死人类千千万 西方政府不负责 群体免疫不抵抗 躺平病毒更猖狂 中国政府最英明 打击病毒不留情 动态清明就是好 打得病毒无处逃 切断毒元宝生命 不务生产经济稳 神州大地好繁荣 中国百姓最幸运 宜将圣勇追穷扣 早日去温小安宁 朋友们 请你们忍一忍 封城虽有不方便 挽救乐无 恕老年人 你们也有父母 好好想想 将心比心 老人是国家的宝贵财富 老人的命也是命 抛弃了老年人 你们活着还有什么劲 2022人吟年初下写于清华原委书屋 听完这首语教育师的作品 朋友们 想必你一定神清气爽 不过请你们再忍一忍 后面还有更多 我们简单了解一下这位清华诗人 蒋龙国 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 著名英语专家 诗人 翻译家和教育家 1936年出生于湖南流洋 1955年考入中山大学外语系 后考入北京外国语英语学院 英语系研究生 是建国后全国首批 正式招收的四个英语研究生之一 研究生毕业后 由当时的高等教育部部长 兼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同志特批 进入清华大学外文系 执教40年 在外语界 教育界和学生中享有盛誉 曾获清华大学优秀教学成果奖 长期从事英语语言文学翻译和测试学研究 由诗歌翻译家的美称 蒋教授从年轻时期就酷爱诗歌 是一位多产的诗人 其作品受到网友的追捧 和社会各界的高度评价 此外 蒋教授多次应邀出席国内外大型英语口语竞赛 和文艺活动 担任中国爱情诗刊总顾问等多个职务 蒋教授关于诗歌的名言摘录 生活不能没有诗歌 没有诗歌的生活未同脚拉 世界不能没有诗歌 没有诗歌的世界 如同荒漠 一个伟大的时代 必定是诗人辈出 诗歌繁荣的时代 诗歌是艺术 艺术来源于生活 又高于生活 没有生活体验 诗人是写不出诗来的 但又不能将生活体验直接搬进诗中 必须通过提炼加工 才能创作成诗 所以写诗需要生活 但生活并不等于诗歌 写诗必须是有感而发 诗情源于真情 没有真情 岂能有诗情 没有真情 写出来的诗不是无病身影 就是假大空 写诗需要激情 激情来源于对生活的热爱 我喜欢抒情 但不为抒情而抒情 我写诗的目的就是弘扬正能量 推动社会前进 诗人需要天赋 需要生活 也需要多读前人和当代其他杰出诗人的诗作 否则水平无法提高 凡是形象怪异 不合情理的诗歌 都是无法译成英文的 凡是无法译成英文的诗歌 绝非好诗 老年人写诗可以锻炼脑力 延缓衰老 婴儿延延一寿 读诗是精神享受 读诗能给我们带来美感 读诗能陶冶情操 读诗能升华思想 下面我们欣赏更多他的作品 这一首题目叫 迷人的清华园 荷花池 锦色如画 水墓清华 圣似天堂 科技园 气势如虹 图书馆 透着书香 大礼堂 玲珑别致 科学馆 洛洛大方 清华学堂 风格独特 新清华 学堂 气派非凡 圣音院 圣似别墅 公字厅 古色古香 二校门 古朴典雅 高大的主楼 宏伟壮观 清华路 横贯东西 学堂路 纵贯北南 两条灵音道 互相拥抱 两条灵音道 通向辉煌 清华路两旁 银杏树阿挪多姿 学堂路两旁 白杨树直插云端 这就是清华园 一个迷人的地方 清华园 迷人的地方 这里既有 水木清华的优雅宁静 这里也有 河塘小岛的书生朗朗 这里只有欢声笑语 这里没有忧愁迷茫 清华园 清华园 神圣的学术殿堂 这里有自强不息 这里有分发图墙 这里有行圣渝 盐 这里有天天向上 偌大的三教到六教 偌大的图书馆 自习的学生 将他们挤得满满当当 宽敞的学术报告听 听讲者 坐无屈席 有时甚至 人海人山 下午 四点半 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 深深学子奔跑在操场上 啊 清华园 工程师的摇篮 科学家的摇篮 艺术家的摇篮 专家学者的摇篮 学术大师的摇篮 国家领导人的摇篮 中华民族的精英 不少出自这个地方 啊 清华园 你是一个校园 你也是一座封碑 清华 清华 清风挺秀 华夏曾辉 下面一首题目叫 我的故乡 珠山村 我的故乡 生我养我的地方 他离长沙近在咫尺 就在长沙的正东方向 一条小河从他身边流过 弯弯曲曲的流到香江 河水清清 鱼儿在水中游玩 小时候 我和小伙伴们 在河中嬉戏 打过水战 我爱这条小河 我是和他的水长大 没有他 我的童年不堪设想 村南边有一座小山 山不高 却俊美迷人 野山花儿 万山遍野 各种树木四季长青 他虽不雄为险峻 却像一头小狮子 寒太可居地面向东方 我曾在山上采野果 我曾在山里捉迷藏 过去村民上山砍柴 那时没有柴火 就无法做饭 我爱这座小山 没有他 我的童年不堪设想 春天到来的时候 春风吹得由菜花开放 大地一片金黄 好似铺上了金黄色的地毯 我爱珠山村 我的故乡 生 我养我的地方 但我也曾想离开这个地方 三天不下雨 土地干旱 连着三天雨 洪水泛滥 在一个风和日丽的秋日 我回到了久别的故乡 乡亲们都来看我 我们无话不说 无 所不谈 我问他们 现在生活怎么样 由于修水库 没了洪水 也没了干旱 青年人各个骑着摩托车 有的甚至开着奥迪或尼桑 小伙子们西装革履 姑娘们身着各色时装 过去住的是土砖屋 现在住的是小洋房 我站在小山的山顶上 眺望山下的村庄 一壮壮漂亮的小洋房 好似一颗颗珍珠 撒在希望的田野上 高速公路四通八达 五分 终究到了永安镇 十分钟直达黄花机场 啊 珠山村 我的故乡 你的确变了样 变了样 我要尝回家看看 尝回家看看 2014甲午年初下写于清华园五位书屋 这一首 题目是 北京赞歌 庄严肃穆的天安门城楼 无比宽阔的天安门广场 红墙绿瓦的故宫 气势恢红的人民大会堂 迷人的颐和园 神秘的天坛 古老雄伟的长城 博登的鸟巢 水立方 立交桥 一座又一座 大马路 一条又一条 地铁线 通向各个角落 公交线 深向四面八方 自送四横的高铁 在这里汇集 自通八达的航线 从这里起航 一带一路的构想 在这里诞生 一带一路汇集五大洲 自大洋 到处是高楼大厦 到处是花坛四景 到处是绿草如荫 到处是绿树成荫 到处是欢声笑语 到处是热气腾腾 这就是北京 祖国的首都 这就是北京 祖国的心脏 北京 东方的太阳 北京 东方的月亮 东方的太阳红通通 东方的月亮圆又亮 我要歌颂东方的太阳 我要赞美东方的月亮 这一首题目是植树英雄赞 一个植树老人的真实故事 有一位老人 他叫七友朋 他92岁 江西人 自十年里 他种了57万棵树 荒山不再光秃秃 他造了一座大森林 森林里面 鸟语花香 绿树成荫 森林上空 蓝天白云 空气洁净 老人啊 老人 您用四十年 绿化了一座荒山 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 四十年 多么短暂 在人生的旅途中 四十年 又多么漫长 您的效率 无比神奇 您的坚韧 无人比你 老人啊 老人 您用四十年 造了一座大森林 您流了多少汗水 您走了多少路程 您磨出了多少老茧 您消耗了多少体能 谁能说得清 谁能说得清 老人啊 老人 您知道吗 五十七万棵树值多少黄金 五十七万棵树 那是价值连成的绿金 您的财富超过马云 您的财富超过李嘉诚 您是真正的大富翁 可是您把青山献给国家 自己不要哪怕是一脚一分 宁愿当普普通通的农民 老人啊 老人 您是当之无愧的植树英雄 土豪有您伟大吗 您是当之无愧的当代精英 老人啊 老人 能把电话号码告诉我吗 我想打个电话问候您 能把住址告诉我吗 我要亲自登文拜见您 我们伟大的植树老人 2015年元月甲午龙东写于清华园 这一首题目 五星红棋冉冉生起 观生棋仪式有感 北京城还在酣睡 长安街的路灯还通明透亮 天安门广场 已是人山人海 人海人山 观看生棋仪式的人们 来自全国各地 来自四面八方 有的来自海南岛 有的来自黑龙江 有的来自青藏高原 有的来自东海海防 有的来自香港 澳门 有的来自宝岛台湾 有的来自澳大利亚 有的来自新西兰 有的来自欧洲 有的来自太平洋的彼岸 观众中 有白发苍苍的老年人 也有头发花白的中年人 也有朝气蓬勃的青年人 也有充满志气的中小学生 观众中 也有年轻的爸爸妈妈们 有的抱着还在吃奶的婴儿 有的将孩子骑在自己的脖子上 有的将孩子高高地举起 有的让孩子已在自己的身旁 十月的北京清晨 寒气袭人 寒冷 挡不住关 看者的热情 每个人都既紧张 又兴奋 每个人都耐心地等呀 等呀 等待着盼望已久的那一刻的来临 起明星渐渐隐退 黎明开始上岗 终于 英姿飒爽 帅气十足的国旗护卫队 迈着整齐 矫健的步伐 齐刷刷 齐刷刷的 跨过金水桥 来到天安门广场 雄壮的国歌响起 鲜红的国旗冉冉升起 每个人都屏住呼吸 每个人都注视着国旗 大人们无比自豪 孩子们喜气洋洋 那些来自海外的华人 更是激动的热泪 盈眶 国歌把我带到我的童年 战火纷飞 自处逃难 国歌把老战士们带到 浴血奋战 英勇杀敌的战场 国旗使我想起了 为国捐躯的烈士们 鲜红的国旗就是 用他们的鲜血染成 五星红旗迎风招展 五星红旗高高飘扬 飘扬在南海三沙市 飘扬在北极村的边防上所上 飘扬在香港维多利 亚湾 飘扬在北大苍西望的田野上 飘扬在三峡的大坝上 飘扬在上海的摩天大楼上 飘扬在喜马拉雅山的珠穆朗玛峰 飘扬在东海油田的钻井平台上 飘扬在纽约联合国 飘扬在海地太子港 飘扬在伦敦澳 运会 飘扬在非洲南苏丹 飘扬在五大洲自大洋 飘扬在无边无际的太空上 啊 国旗 国旗 您是共和国的象征 您是中华民族的灵魂 红通通的太阳永不落 鲜红的五星红旗永不落 2014甲午年深秋写于清华元 如果你惊吐了 实在抱歉 下面我们来看一些网友的看法和评论 保证消除你一整天的疲惫和烦恼 有网友留言 割了 进宫 另一位网友评论道 这个教授真是不顾脸面 就是不要脸的意思 还有网友说 清华教授诗词还不如二哥 红管管 白鲜鲜 大家都来做酸酸 社会反制必有妖孽 有网友留言 说这是不好的真是不识货 这世纪最适合用餐试读 饭前读一手 消除食欲 饭后再读一手 立马催吐 三天下来 减肥瘦身效果厉险 另一位网友评论道 呵呵 原来这教授专业是英文翻译 许多名人有这毛病 就是一旦在某方面取得成就 这膨胀自信往往延伸到他想做的其他领域 又没人敢说 自己还信心满满 这种人没少见 还有网友说 能打断穷酸文人的脊梁骨 只有中共才有这本事 中国的知识分子三天不敲打 就把尾巴瞧到天上 这是国父毛泽东先生的名言 清华大文人雅氏写的诗词非常好 开创了新时代诗词歌赋的新方向 有网友留言 顿兄先是近三年 问歌才高又自迁 妖风似女无人谱 郭老善笑在阴间 另一位网友评论道 大帝清华 仓文竹臭 原名残兆 闯然涕下 还有网友说 曾经出过朱自清 王国伟等大师的清华园 如今剩下的也只有为政府吹喇叭 抬轿子的小丑了 这也叫诗人 也赶出来丢人显眼 有网友留言 我记得军阀打游诗还有一首 暴突拳 拳暴突 三个言子一般粗 咕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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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说是张宗昌的 也有说是韩复举的 另一位网友评论道 不忍足读 糟蹋 糟蹋笔墨 糟蹋指 糟蹋时间 糟蹋了我们心中诗的名声 可恨 可恶 还有网友说 口号式的 马屁式的 庸俗文字的汇总在一起 很恶性 清华教授的文学水平和思想水平 竟然如此不堪 有网友留言 这教授除了写诗还干点别的事吗 另一位网友评论道 经不住 吐了一地 清华的人怎么还生活在文革年代 真的是好奴才大学 还有网友说 动态清零就是好 这马屁拍的 恶心 有网友留言 读清华教授的诗 再看后面的留言 保你一天好心情 确实是这样 把我笑得前仰后合 另一位网友评论道 中国知识分子 在共产党长年的迫害下 断了几股粮 共产党伟大 连国民党都没打垮中国的知识分子 共产党做到了 还有网友说 恶意写是催你兔 连续几篇能排毒 有网友留言 郭老兴未在九泉 论兄先是近三年 本歌笔顿不敢写 盖英妙是在眼前 另一位网友评论道 此时还没在下五谷轮回 知其有气场 还有网友说 楼下白话时 无论口水不口水 都不讲评测 你难道是清华毕业的 弄不好 还是个教授 不懂装懂是个坏毛病 有网友留言 所以公主权贵 都去留学 另一位网友评论道 这口水话 瓶子也完全没有 居然是清华教授 还有网友说 字字似苍蝇 嗡嗡嘱绸生 若非真可恶 岂会大成名 有网友留言 原来是这样 如此清华 无语 另一位网友评论道 这些顺口溜 要是短一点就好了 看不下去 估计教授太激动了 有点语无伦次 还有网友说 散文而已 说是失态牵强了 真的不懂吗 还是居心叵测 你要倡导什么呢 引导年轻人走你的路吗 教授也要自律 带头保护好中华文化 崇洋内外 破坏自己文化 就是汉奸行为 有网友留言 羡慕 嫉妒 恨 教授就是教授 甩出篮 八条街 另一位网友评论道 一次次 总能刷新无耻的底线 人类奇观 还有网友说 这么大年纪 还有这么无耻的 糟蹋了诗这个形式 颠覆了我对清华的认知 有网友留言 我不惊讶是写得烂 我惊讶他出生于1936 那个年代出生的人 应该要点二点吧 另一位网友评论道 哈哈 张宗昌的是至少读起来 会觉得好玩会心一笑 这教授的诗读了后傻感觉 想吐 比如张宗昌的诗 大明虎 明虎大 大明虎里有荷花 荷花上面有蛤蟆 一说一蹦答 再比如 大雪纷纷下 乌鸦啃树皮 风吹屁股了 不如在屋里 哈哈 大家看个乐 还有网友说 民国张宗昌写的尤泰山 远看泰山黑乎乎 上头戏来下头粗 如把泰山倒过来 下头戏来上头粗 比这位清华教授强去百倍 至少是说真话 有网友留言 长知识了 拜读了清华教授的诗选 另一位网友评论道 哈哈 习大大看了后大笑 这人能当清华教授 我为什么不能拿清华博士 还有网友说 清华校民兴姐 清明中华 有网友留言 这一位自娱自恶 不爱着别人 挺好 那一位为了自己玩得嗨 折腾14亿人 那才是祸害 另一位网友评论道 前有郭沫若 今有蒋龙国 一对现实宝 还有网友说 我弟那个妈呀 我对清华的鄙视 无以复加了 有网友留言 以前总觉得 舔狗是骂人的话 也觉得清华是一种高大伤 今天就把二者 建立了一种对应关系 另一位网友评论道 严重怀疑 这人是郭沫若附体了 还有网友说 无产阶级动态大清零 就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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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网友留言 我忽然发现 原来我也够资格 可以做清华大学教授 另一位网友评论道 比诗人张宗昌的是高雅 永雪 什么东西天上飞 东一堆来西一堆 莫非玉皇盖金殿 山石灰啊 山石灰 还有网友说 呵呵 天朝清华著名教授 如此不堪 强国就这点尿水 大家可以放心料 有网友留言 安理个天来 清华真是人才辈出啊 强烈建议把这些事连同习主席的语物 印在手指上 让人们在上厕所的时候 也能读到 另一位网友评论道 清华世界排名前二十 出个名诗人不是很正常吗 还有网友说 远看一首诗 近看一首诗 有网友留言 一篇国脚不一样的文章 尽量间隔均匀的 家境若干标点符号 就可以叫诗了 另一位网友评论道 马屁精的产地 很好地继承了 人渣马屁精 郭沫若的一波 关于这个我们就聊到这里 谢谢大家观看 请记得点赞订阅我们的频道 再见